大家好,上一节课我给大家讲解了RAFT之中的虚拟DOM的概念 那么虚拟DOM呢,大家在学习的过程之中呢,可能会发现它比较的绕,也比较的不容易理解 那实际上呢,对于初学的同学来说,如果之前虚拟DOM这块的课程,你听的不是特别明白的话 你有两种选择,第一种是反复认真的去消化之前的课程 第二种选择是什么呢,你可以暂且忽略上节课的内容,你也可以忽略这节课和下一节课的内容 因为呢,这三节课我主要给大家讲解的是一些底层的理论基础 那么如果一开始呢,你不太容易理解,你可以直接先忽略掉它,它不会影响到你之后的编码部分的学习 当你呢,对RAFT理解比较深刻之后呢,可以重新的回过头来来听这三节课 那时候,你理解这块的内容会相对的简单一些 我们的这节课要带大家更深入的进行虚拟DOM的理解 那么我们打开之前课程的内容 在这来看,上一节课我给大家讲解了 RAFT之中,页面数据发生变化,页面跟着动的原理 那在课程讲解的过程之中呢,我的第四步和第五步呢 我说第三步和第四步是这么写的 当你的数据和GSX准备好了之后呢 会先生成DOM,然后再生成虚拟DOM 实际上这是为了帮助大家去比对虚拟DOM性能上的问题 所以呢,我把顺序呢,这么去写 但是,实际上,RAFT底层真正的实现 这两步是反过来的 这一点大家要把它重新的认识一下 也就是什么呢,当你有了数据 有了GSX模板之后,它会把数据和模板 改变了之后呢,依然是先生成一个新的虚拟DOM 然后呢,新的虚拟DOM和原始的虚拟DOM做对比 发现虚拟DOM上的差异之后 直接改变原始的DOM,然后改变span中的内容 这是虚拟DOM的一个底层的原理 那么,讲到这儿呢,我们就要把虚拟DOM和我们之前讲的TodoList 或者说和RAFT做一些关联 大家来看,之前呢,我们可能认为GSX就是页面上的DOM 我们看代码,打开一个TodoItem.js 来看这里 Render函数里面呢,有一个DIV标签 这个标签呢,实际上是GSX代码的内容 那么我们可能认为这就是一个DOM节点 但是实际上,当我们理解原理之后 大家应该知道,它就是一个模板 那之后呢,RAFT会把模板和我的数据 也就是Props或者State做结合 结合完成是什么呢? 生成的是一个虚拟DOM 有了虚拟DOM之后,才会再生成真实DOM 那么大家想,我的GSX代码和真实的DOM之间 有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呢? 首先,GSX先被变成了虚拟DOM 虚拟DOM是什么? 也就是GS的对象 然后呢,再被转化成真实的DOM 这点大家要把它搞清楚 所以以后呢,你再看到DIV这样的标签 大家不要认为它就是真实的DOM 实际上,它是GSX里面的一个模板语法 它呢,会被底层先变成JS对象 然后呢,再变成真实的DOM 其实呢,我们说 GSX怎么被变成真实的这个JavaScript的对象呢? 它又是怎么被变成真实的DOM呢? 其实这块可以简单的再给大家去说一下 大家来看啊 我把这段代码放上来 我这块呢,先给它,或者说先去掉它 里面呢,我就渲染一个DIV 降低下代码的难度 我们写一个ITOM,保存 我们到网页上来看 刷新啊,我们输1 输2,皮胶 它每次都会新增一个ITOM 实际上在这里,我们写了一个GSX的语法 那,react的底层其实呢,会把这个GSX语法 通过createElement这个方法呢 变成JS对象 然后再转化成虚拟DOM 我们来看 我们可以换一个语法来写 我们用什么呢? return react.createElement 我们创建一个元素 它接收三个参数 第一个参数呢,是DIV 第二个参数呢,是DIV上挂的这些属性 我们没有什么属性 第三个参数呢,是它的内容 就是ITOM的内容 我们保存一下 然后呢,到页面上来看 刷新 输1,输2 大家可以看到 我写一个createElement 和我在上面return这个DIV ITOM效果是一模一样的 那它没有什么区别呢? 实际上react.createElement 是更偏向于底层的一个react接口 它呢,会怎么样 实际上我们提供了一个 类似于GS对象的一个东西 传递给createElement这个方法 那么这个方法呢,实际上 它是拿到一个GS对象之后呢 直接把这个对象变成了虚拟DOM 然后呢,选成真实的DOM 其实它可以这么理解 DIV上面的这个GSX 首先呢,它会被变成 createElement这个函数 然后呢,转化成虚拟DOM 也就是这个GS对象 再被转化成真实的DOM 那么我们看 其实没有GSX的语法 我们一样也能去写我们的页面 只不过我们要通过react.createElement 去写 这样的话就会比较复杂 比如说这里呢,我再写一个spin 这里呢,我也写一个 闭合标签 那如果换成createElement语法 我们该怎么写呢 我这里面又要再去写一个 react.createElement 我们创建一个spin标签 然后它的属性没有 它的内容呢,是item保存 我把这个return它注释掉 回过头来,我们刷新页面 好,输一 没有任何的问题 大家呢,就可以知道 其实呢,GSX语法并不是真实的DOM 那没有这种语法 我们直接通过react.createElement 完全可以实现GSX的功能 那GSX之所以存在 是为了方便我们写代码的时候 看起来比较简单,比较简洁 好,所以我们采用GSX这个东西 那么实际上这块你还有清楚 GSX先被转化成 react.createElement这个方法 然后呢,被变成虚拟DOM 然后再去渲染真实的DOM 这个流程呢,大家心里简单的有一个理解就可以了 那关于createElement 虚拟DOM和真实DOM的深层次的一些底层的东西 大家呢,有了我的这个基础讲解之后 自己可以再去深入的学习 那之前呢,我讲view的课程 大家知道前端有一个框架叫做view view里面呢,也和react一样用了虚拟DOM 它的机制呢,大概和react里面的虚拟DOM的机制是完全一致的 所以讲到这里呢,以前学过我view课程的小伙伴 那这里呢,其实也应该知道view里面的虚拟DOM是一个怎么回事了 好,继续,我们再往下讲解 讲到这儿,大家要理解GSX createElement,虚拟DOM和真实DOM之间的一个串联关系 层层解析到底是怎么回事,把它搞清楚就可以了 接着,我们再来说虚拟DOM带来了什么样的好处 这块我一定要给大家讲清楚 我们说虚拟DOM,咱们来看一下啊,这张文字的流程 我们来看啊,你一开始有数据,有模板,然后生成虚拟DOM 只有页面需要渲染的时候 你呢,才去结合虚拟DOM对页面做一次渲染 这个数据发生改变的时候呢 你对虚拟DOM比对完成之后呢 最后一步,你对DOM做一个操作就可以了 那虚拟DOM的好处,之前我们讲过 它的好处第一个是什么,优点 第一个,性能提升了 提升在哪里 DOM的比对,我们把它变成GS对象的比对 提升了一个性能 第二点呢,它使得 跨端应用得以实现 这点怎么理解呢 大家应该听说过 react native这个东西 我们可以用react的语法去写原生的应用了 那为什么呢 其实之所以可以用react的语法去写原生应用 得以于虚拟DOM的存在 如果没有虚拟DOM的存在 react是没法写原生应用的 那我们来分析一下到底是怎么回事 假设我们没有虚拟DOM 那我们的渲染是怎么样的呢 数据发生改变 拿到GSX模板 然后你去渲染DOM OK 渲染DOM在浏览器上是没有任何的问题的 可是在移动端的原生应用里面 也就是我们开发的安卓或者iOS机器上的这个代码的时候 它里面是不存在DOM这个概念的 所以如果你没有虚拟DOM 你现在生成DOM在这个原生的应用里根本就无法被使用 所以你的代码只能运行在浏览器里面 但是有了虚拟DOM就不一样了 我们的代码呢 首先会被转化成一个虚拟DOM 它是一个GS对象 GS对象在浏览器里可以被识别 同时呢 它在原生的应用里面也可以被识别 所以呢 这个虚拟DOM 不管在原生应用里面 还是在网页应用里面 都可以被正确的识别 那我们继续来说 假设我虚拟DOM生成好了 在浏览器下面 我可以把虚拟DOM变成真实的DOM 这个时候浏览器上面会显示出我们的这个真实的页面 那假设在原生应用里面 这个时候我们用虚拟DOM生成 就可以不让它生成DOM 而让它生成一些原生的组件 这样的话 我们同样的代码 包括State GSX里面的代码都可以被复用 因为呢 生成的虚拟DOM在哪里都可以运行 那我们只需要在网页上 把这个虚拟DOM转化成真实的DOM 这样的话网页就可以跑起来了 那如果在原生的应用里面 我们可以把虚拟DOM转化成 原生的这种应用的组件 这样的话 原生的这种应用里面 也可以把对应的页面展示出来 这使得react既能去开发网页应用 又可以开发原生应用 好 讲到这儿呢 有些同学可能就有点懵逼了 你可能觉得什么是原生应用啊 这点呢 我都不太清楚 没关系 这块的内容 我确实讲的非常接近底层 如果呢 你没有原生应用的开发的经验 或者说呢 你是一个刚入门 学习react编程的一个前端小白的话 确实理解这块是很有难度的 不过没有关系 这块内容如果你理解的不清楚 完全可以暂时的忽略掉 那么当你有了一定的react基础之后呢 记得回过头来 反复的看一下这部分视频的内容 那个时候相信你一定会有非常大的收获 好 这节课呢 我们就简单的给大家深入的介绍了一些 虚拟DOM的底层的一些原理 包括它的产生的一些优势 那么下节课呢 我们再讲解一下虚拟DOM中的DF算法 好 大家加油 加油